嗨各位 我是景川一 评论文化在YouTube上已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普及的现象 不管你今天是要做电影、做游戏、做漫画、做小说 无关题材或类型 只要你能铲出一段大家会有兴趣听的论述啊 那你就是一个什么评人 对啦 我知道或许会有人质疑说 蛤 你一个不知道做完几集分的阿猫阿狗凭什么做影片 但我得说在网路上发表意见 本来就没有任何门槛的好不好 最后不是开车还动手术 你拎经验也没有人会受伤 只要你有那个心有那个热忱 想和全世界分享你自己对某个东西的热爱的话 那我都是鼓励你跳出来做自己的创作的 所以这部影片阿 我不是要来教你们怎么做影片 好啦 就不说做第一次影片喔 单聊写第一篇搞好的可能会遇上的问题 然后再告诉你们我自己是怎么处理这些疑难杂症的 OK 我们开始吧 备注日部影片我还不会特别去讲简洁环节 因为版权问题喔 老实说对新手来说真的太难处理了 所以请各位如果看日部影片真的想要尝试做做看一部影片 请你先用幻灯片PPT的方式做就好 就当做网路报告 好的 3 2 1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第一个步骤当然是要决定你想要讲的题材嘛 一样我强调过随便你爱讲什么题目你喜欢就好了 像我最近阿就真的很想跟各位介绍神域奇兵这款游戏 神域奇兵是一款非常多元的卡牌游戏 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我一直放在心里 但可能比较偏严格的标准 只要一部影片它光是讲剧情就超过了5剧 那我就会直接切掉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流水帐 像这边我展示一下如何简单的描述神域奇兵整款游戏的剧情大纲 一样各位可以注意下午会用超过5剧 很久很久以前生命的女神创造了神域的世间万物 但没有想到渴望混乱的雷霆领主潜入了女神的神殿 女神用尽最后的力量将领主封印到了原石之中 后续的一千年人类过着看似和平的生活 然而台面下却已经有越来越多冒险者企图发掘原石找出宝藏 而其中就有一批人他们就真找出了原石 却也不小心将雷霆领主从封印中解放出来了 于是玩家扮演的主角为了拯救世界的和平 就必须收集原石四三的碎片 并击败雷霆领主再次将他给封印住啦 根据作品剧情的复杂程度 有些你甚至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但要是真的很复杂怎么写都会超过5剧的话 那... 那也不是不能通融啦 毕竟我自己也不敢保证我影片的剧情简数环节 都有压在5剧以内 总之精简很重要好不好 好的那写完故事大根就能进入裂点环节了 我觉得这种推荐点评影片 关键其实一直都在 你能不能成功让看的人感受到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特别 你不能一直跳针说 哦神域骑兵远真吸管非常多元的卡牌 游现在真的好有趣好多元哈哈 不行你要开始举例列出观众值得注意的重点 来看一下我们黑板上有什么啊 有嘛我们有战斗 美术跟建造 接着你就是来给他解说的又清楚又详细齁 首先神域骑兵采用的是全自动战斗 玩家只要在组队的时候固好队伍的职业还有属性的平衡 这边我往里面进了一点去解释第一句呈现的事实 然后第三句就是一个 举例提供观众一个能在脑海里形成画面的想象 哦对是不是使用一些网路俗语 也能让你的文章显得不那么冷冰冰添加一点笑点一点情境感啊 我再用一次这个描述解释跟举例的结构再写两段哦 神域骑兵的第二大两点是他的美术风格 游戏采用相当道地的美式卡通画风高清全3D动画渲染形式 每一个角色的设计都充满了道地的围巾味 可爱的杰西卡性感的荆棘女巫帅气的狐猛忍者 但也有一些是比较特别的 例如这位金国女将梅 围巾海绕在海上冒险的时期差不多是落在西元8到11世纪左右 这时中国夜星往海上发展的 所以梅这个角色的加入呢可以说是十分的有创意啊 等你熟练的掌握这个流程哦 那我相信你不管写什么主题都可以很流畅 石教他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看陆哥是如何施展他的实力 预案中操弄他人达成目的 这间学校充斥着各种耳鱼我诈 而这些现象其实不只在校园在社会上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班级间会有斗争 小团体间会相互歧视 然而我们大陆哥总是会用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化解一切危机 并且自食至终保持那个宛如偶尸般的神态自若 这无声的霸气实在是让我嗨到不行啊 这是我私底下请群里的小伙伴用上面的结构试写的 以随手写的文来说算是相当通顺了吧 最后还不忘要玩一个梗相当有才华的一位同学 话说有一些人下笔的时候迟迟很难前进 是因为不确定该怎么写才是对的 这如果是作文那确实比较麻烦一点齁 不过我觉得啦各位大可也不用想那么多 把想讲的东西先噼里啪啦全部列出来就对了 什么清井泽很婆啊伊之赖很圆啊 神域骑兵的英雄阵营可以自由切换以一挡三啊 除了战斗还有城镇建造可以完上一整天啊 相信我你先一口气写出所有你觉得是必须提的 后面再回头做润式删减一些熔岩对字 这样真的会有效率很多很多 只要抽到相应的属性你就能在战斗间随时切换 火水草可以互换光暗可以互换 完全就是以一挡三三位一体 而且你换阵营英雄的等级星级装备都是全部继承的 不仅方便玩起来也很灵活策略性大大增加 神域骑兵远征还有城镇建造系统 对没错我们可以用沿途赚到潜雨资源来壮大自己的城镇 购买更多的设施又或者你只想搭一个轻松种田挡 那你大爷可以把本作直接完成一个家园模拟器 买你喜欢的装饰铺马路放街灯单纯弄一个舒舒服服的小社区 这样也是很疗愈你看上面有一块空地 我就把这里给打造成了一块绿地公园 维京人银法族也是需要地方打太极拳的嘛是不是 我这样前前后后也删的有快一百字吧 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啦齁 搞不好你就是一个表达天才永远都能一次写出最完美的文章 但我个人啦是强烈推荐你写作文的时候也一样写完了还有剩时间 就请务必要回头检查前面的文章 重看一次才能比较客观的去了解什么东西必要什么东西不必要 我真的要讲平常搭捷运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精简我的文案 因为我自认我的文案还是有点太荣了 有很多东西喔其实是你一个词就可以搞定的 而且讲起来莫名很有喜感可以逗乐观众 像我结束前又是还想介绍一下神域骑兵的米纳斯遗迹探险 我觉得很好玩但我玩过东西不够多不知道怎么形容一个挑战路里面有超多层迷宫 每天都会重置一次还会有很多随机事件 每场战斗过后都能获得相应的随机奖励 你还活着的英雄血量都会保存但这种的就无法复活 所以说你每次打米纳斯遗迹都是一次对于你究竟可以走多远的一次挑战 这未免也太长了吧 但你要是知道所谓的rogue-like 肉歌玩法是什么 那上面这落落长的一段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了吗 你们说是不是 总之平时多看多听多记 对于自我表达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啊 OK那看到这边 如果你除了学会怎么写影评慢评游戏测评之外也这么刚好的 也想来试试这款超赞的神域骑兵远征的话 那这边正好有一堆上限福利能告诉你们喔 活动1现在登陆神域骑兵上限即送古风传说英雄金国女将梅 活动2开服奖励开服前30天登陆游戏使用游戏兑换码瞬间领取一堆有用的资源 活动3登陆游戏第二天开游戏即得传说英雄闽家乐获得率百分之百 活动4只要你有力达到第三章就能输入兑换码领取高级召唤十二十欧 我是警察 看来我们下面影片还不见 呃我不敢相信厂商真的让这种全程装死的稿子过了 真的是谢谢厂商的大安大德